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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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言量集团 今天我们身后 继续是一轮名点 但在我这一边 大家可以看看 除了有今天两位客席主持 其实这个方向 是向维园的方向走的 昨天有很多人 冒着大雨 有些是在这方向离开 有些是向维园的方向去 6月5日 大家要走一条什么路呢 有些人走左边 有些人走右边 今早再次欢迎劍和孙柏文 早晨 我们今天的题目 都有少少追新闻尾 因为看到有不少的报纸 其实由5月底 已经一直在探论六四 一直到昨天 昨天也是近年 我应该说 近年来说 唯一因为天气恶劣的关系 要缩断整个晚会 一个晚上 今早上我们再走下去 究竟是一条什么路呢 我看回有一宗新闻 其实都是一路跟教育 跟六四很有关系 就是新学制之下的 新高中课程 有很多人就开始 不读中国历史了 如果我们说要认识 中国的历史 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人 身处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怎么看 和分析这个现象 有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做呢 尤其是 你们都会和很多年轻人 有交流有沟通 和还会教他们 怎么看这件事呢 一方面我们感受到 很多热血在城市里 在里面沸沸沸沸沸沸 另一方面 这个新闻 很多人就开始不读中史 又好像在显示 香港人都是很现实的 都是很功利的 不读中史 当然我给了一些背景大家 就是 为什么高中没有中史读呢 其实跟他初中接触不到中史 是很有关联的 因为初中 其实现在就没有再开中史课了 绝大部分学校 除非他只是当一种其他学习经历 所以很多初中生 小学生更加没有了 不会特别开一个历史课 但是以前我们去到初中 我不知道你是否 我当时就是西史中史 然后就一直读上去 再选文科理科 如果选文科学同学 就可以再读中史 然后就回考 现在没有回考 就升高中学 因为越来越少人 就算报了中史 也好就不读了 也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 因为他们初中没有接触 所以 就变成高中 就兴趣不大 另外一帮人 就说不是 根本香港是很功利的 所以就不读历史了 我用这个做一个背景 结合过去这段日子 发生的事 想想将来是怎样 其实监估资金这句话 都是这么说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兴趣监估 那怎样可以继续走下去呢 这个才是我比较担心一点的问题 没有那个学习历史的方法 认识历史的方式 其实对整个民族来说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如果你说最大的 我想华叔说得最好 华叔以前经常说 没有到后镜的车是会撞的 我这个绝对同意 至于现在小朋友 不选这一科讀 你说是否初中没有教 所以不读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看看Econ4 我现在读经济学 我这些照报纸分析 读出来都是大家评论 有些说香港人太功利 所以父母叫子女不要再读 香港人的确是很功利的 在读书的过程里 没有人说过你读过那样东西之后 你就会对那样东西很有认识 所以到今天我A-level的时候 我读Chemistry 那时候会背 很厉害 会背Organic Chem 因为Organic Chem 一定在那六个小时的卷里面 一定有十五六分 有一个叫Conversion的部分 那你就会背一些 其实很离地的资讯 例如一个Benzin 怎样插一个OH 下去 就会变成一个Bethanol 然后就告诉你 首先你就要填一个 不知怎样的Concentrated 不知是什么Sulfurial Exit 然后加一个 不知是什么100个Pascal的压力 那时候是为了考试 和为了要入大学 所以才背 我今天都不会是一个法学家 所以其实 两件事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Solution 首先要看清楚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什么complain 如果好像叶楼淑宜那些说 美国人都会读美国历史 或者是钟树根那些说 就说 你看看 那时候我们不用国民教育 我们读中国历史 其实我们挺爱国 那他们那些根本就是 这个教育制度出来的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个现象就是 其实他们没有逻辑的 是将几个不同的Facts 并排在一起 就觉得这件事 因果会连接下去 所以其实今天最大的 如果今天我找到的最大的问候 昨天也是想了24个小时 喂 老实 读历史代表些什么 如果根据英国历史学家 E.H.卡他的书 叫What is History 说 其实历史 都是一些historian的 剪裁出来的comment 你还要经过国民教育 那一役之后 一些人对拼科那样东西 我相信很多家长 都会跟小朋友说 你学完你很久考完A 分钟不要带回家 我绝对同意 以前我读中四中五 读中五的时候 我是学校的 我读Alan School Alan School Alan School 都是很美女的 是有什么彭雅丽 Alan Spatty 对 我们今天讲历史 是的 讲历史 那时候我打了检科的时候 读中四那年 第一个想的就是 究竟我能不能A 不是说我们本地的香港学生 读英国就校 连当时英国殖民地 官员的小朋友 都是我同学 他们全部都是用A 我读不好 我不懂 我个人经历了 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没有想读文科 还是读理科 会较容易取得甲级的成绩 OK 通常这个概念 你入到大学的时候 所谓找雀仔科 Bird course Bird course 是容易飞起的 容易得到高分的 那我就有你刚才的概念 你真的早熟过我很多 还是你现在学校的课程设计 不是 我们Generation 不同 我那一代很明显知道 如果我进不到大学 我什么都不是 是 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不早点 现实点去想 就是我读的科 其实是和我的知识可以很割裂的 我那时候还会想 文科和理科 我的兴趣是文科多些的 但是我也有一格会想 因为我计数比我的文字修为好很多 所以 似乎读你开就容易一点 你当年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学生 所以才可以选 有些好像我那么差 就是想起来 当然了 现在下下下下 由你大学开始想这件事 到我中学想到这件事 可能到今时今 就已经play group 已经想到这件事 小学生就是想这件事 可能测验那些 老实实 你现在就是 你叫你的同事 在袋里面抽个球 然后里面有十个球 一些是红色 一些是黑色 然后我抽了六个球 然后有多少是红色 有多少是黑色 叫他们计算 没有人计算的 或者再不是 这里有六个人 然后小明就坐在你旁边 然后小辉就坐在我左边 那些人是没有人计算的 是为了各个一件事 而去学习一个短期的记忆的技能 我刚刚听完 我可不可以尝试去解读 你们两位的看法就是 不可以不读历史 很多人下课 很合理 是啊 很合理 有什么大问题 那些批评学生 不读历史的人 根本就不用去考的 你试试老老实实 真的去考一次 你中树跟叶刘淑儀去考一次 你拿个A 你才会在立法会说这些东西 OK 这个 我和叶刘淑儀是读过的 中树 他这些年纪的人 写字都不会很快 逗中史考语 就会写字快的 你年纪不轻 你怎么做这些事 其实什么科目都是逗写字快的 例如说中文 我是末代会考生 我就不考 没考过 我就不考 我已经是一个执笔 孙蓝作家 我也是肥了出来 别玩了 你用劍盘打的 对 你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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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很惨的 因为我知道 现在很多人在考法律 考法律的时候 其实不是斗知识 是斗写不写得快 还有手累不累 那样东西也影响过评分标准 其实是talent 这些是gymn 有些人寻写得快 我们为考试的同学 打压器 这个你又要fair一些 因为如果你说 要不拿到A 是作为一个很大的出发点的话 刚才说 短暂记忆能力 正在操作这个 如果这个考试制度 一直以来 都有人觉得A很重要的话 其实可能短暂记忆能力 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明白 但是我想说 譬如很多文科的考试 写字的速度 和字体的 端正程度 端正程度 是应该一个分数 理科相对来说少一点 就是少一点影响 相对 相对 所以我也觉得 今时今日 写字的机会也少了 其实 在平台上 其中一个答案是 麻烦你们用基本来考 这个很明显的答案 对我来说 但如果你们说 这个他们又不会同意的 因为其实 例如电脑 其实帮助了很多 所谓叫做 基本的东西 其实如果你用电脑 有些常识的话 你不会错的 例如你串错了一两个字 例如两个字母 调转了 其实它会 降低给你 这样 有些老师都会觉得 其实是一个不对的科技 就是一个人应该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应该串对那字 那你就叫做有学识的人 我还是觉得 你就是一个没有学识的人 这个最重要的是 我原来读英国的 第一代的电脑 我记得 那时的Microsoft Word 我英国人先生 直接说 这个是文化灭绝 我已经说了这么大 他说 你看看这串字 全部是美国人学串字的 就算一个人 打了一个正确的 英国串法 他都说是错词 所以我同意 为什么老师会有这些忧虑 但是的而且确 我有多肯定 今时今日 那个spelling 就是串字的能力 是比以前差一点的 但是时代真的不同了 科技真的在以前的 我都呼吁所有父母 将自己打字的软件 识了那个spelling 好 那我们科技走前了 历史就少了 就读了 我反而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到 科技走前了 大家是与时并进的 那么时代不同了 是否就考历史 读历史 就顺其自然 让他真的越来越少人读 就觉得是 一些问题都没有呢 还是我们可以找到 第二个答案 在这件事情里面呢 我反而想想清楚 这一件事 老老实实 我觉得如果你看完 DSE的所谓教材 和那些会考题目的话 我觉得没有人读 绝对是好事 越少人读 就是头那两年那份卷 不是的 总之越少人读 越没有人读就越好 Why 你看看那些卷 因为它辣到日本人 所以我就看到 有些的老师 有些老师 用这个日本人的史观 就是一个叫 桑圆质壮 的一个 好像十六七世纪 左右的历史家 他写了一个 秦子王的书 的一个段落 然后呢 他就提出了这一段 就是说 有人非以秦子王 只是赖刑法 灭识仁义 但是战国时代 是一个乱神冊子 背出的时代 君主的位置 很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之下 秦子王集权一身 毫不犹豫地 抑制臣民 是以法家思想 维护国家安全 这样是比孔孟学说 更加适合当世的要求 然后呢 他之后怎么问 他其中一个题目呢 就说要 问一问 你同不同意 秦子王统一之后 以法治国 是能够适应 当世的时代要求 然后他的题目 那个所谓叫做 理想的答案呢 就是说当时的人 都已经是经历长期的战乱 是当时的人民呢 都主要是希望呢 要有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现在今时的 和諧 那就是 跟着 你如果 那个人清醒一点点的时候 你看一看这些 所谓的题目和答案 全部就是一些 所谓叫 借股奉金式的 一些 有道行 当我当时写 如果我回答 这个题目 秦子王 就算多乱都好 都应该不可以 这样乱来的 我写下去之后 我会失败的 我失败 拿不到A的话 人们就说我是一个差的学生 我纯粹不是 我纯粹是对于 你怎么知道才会肥佬 他的model answer 说明是 你要说和諧事好得 不是 他应该没有 他应该没有 没有那么明显的 你寫的和諧事好得 没有那么狼狂的 但是你看到的 那个所谓叫做政治道向 越来越强 是 而且那个所谓叫做 历史的所谓叫做 model answer 其实很奇怪 就是 我们有 有什么方法去 去说服自己 写得出 当时的国民 其实都已经厌倦自乱了 如果你可以魔鬼上身 变魔鬼兽的话 你更加可以陈静心上身 陈静心会这样回答的 和諧是最好的 这个我觉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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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我肥佬 我觉得 未必需要去到 那个位置 我用回今时今日 还有很多中学生 会追的一套 永远都 万里长城那么长的漫画 叫做火鳳燎园 火鳳燎园 也有讨论过 就是秦始皇 和曹操那个比较 就是所谓 是不是要有一个暴君出来 铲平战争 大家就可以不用再打仗 于是就可以享有太平城勢 有些这样的讨论 我怀疑 未必去到陈静心的境界 可能他看完那些火鳳 就把陈茂 就是作家的那些东西 就买下去 因为回去就是EH卡 但就不是在读历史 只是在读漫画 你说到底历史到今天是什么 所以history 真的是一些 tailored comment 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是要一些学生 去读一些tailored comment 而history OK 你世界任何国家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很political 就是英国 我学过一套律师 例如说当年十月俄国革命的时候 他当时都说 其实共产党是很坏的 这个我觉得当时 我看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懂 后来想起的时候 这些根本是英国人的propaganda 就算以前殖民地时代 教你很多东西 跟你讲的很多东西 都是全套 全套想令到你思维上 支持政府 我完这一节之前 我们一会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想再问多一次 首先 我看看我没有听错 第一 你觉得小人考历史很正常 之余 小人读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好书 你两个都入头 这个syllabus 越少人读越好 除了中诗之外 读少些人读 香港会考义 好了 我回来想问 你这么说 有很多老师 有很多家长说 糟了 现在不考历史 我的儿子就不知道 怎么理 我觉得问题分两部分 第一 有没有考虑你女儿 读不到历史 是两件事 各下可以自己读 或者有很多历史故事 才可以买 但是 好了 当家长真的 读以外 考试以外 去希望 他的下一代 去认识历史 这个我觉得 我们都有责任 如何将 所谓的故事 那个知识 流传下去 那样东西应该怎么做呢 如何读历史 或者用什么方式去读历史 是最 所谓的一个答案 理想一点的答案 我反而觉得 可以多放些时间 起码我们这一次 多好 多有成绩 那个成绩就是 为什么这么紧张 没有人读 没有人考 多人倒 OK 好了 如果不用考历史 真的要去读历史 要去认识历史 应该拿着什么态度 拿着功能性地 好像香港人说 现实的什么方法去做呢 我们休息30秒回来再谈